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钟晨 欢迎阿基森来到我们的采访区 我们先来听听四位队长怎么说 王一博队长 真的真的很棒 非常非常棒 确实我跟跟哥一样都看得起鸡皮疙瘩了 真的很棒 其实钟晨在第一季的时候在我的街道 他那时候跳的是苗音 是个跳的苗音 所以今天这次好像也是跳了 跳了一点苗音 真的太差了 你一上去那个气是整个鸡皮疙瘩 我跟他说我都起鸡皮疙瘩了 太棒了 编得特别好 因为一博队长跟跟哥其实是可能更直观地能感受忠诚的成长和进步的 因为在其他季当中也看到他的表现了 觉得刚刚总决赛肉眼可见的进步感受到了吗 跟哥 进步太快了 就是一年一个样 一年一个样 尤其是今年就感觉更成熟 在舞台上更轻松 甚至在你已经学会在享受舞蹈享受舞台 谢谢 我们来听听刘雨昕队长对于这支决赛作品有什么样的点评 我觉得是非常气势磅礴的一个作品 这个音乐也非常有原生态的味道 然后其实一开始跳了描声 然后到后面其实也有布格鲁 还有那个popping style 都有呈现的很好 哇 就是今天的popping作品都是特别优秀 而且阿几桑一出来的时候又震撼了一次 我觉得整个作品特别好看 我们来听听李承轩队长对于这支作品有什么点评 钟晨好帅啊 从开始那个画面 这个服装和那个音乐给的氛围 很好看 我感觉这个是 从上一次我看到的钟晨和Riceball的那个 跟朝鲜组的那个民族舞的作品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衍生的一个东西 缺少了就拿掉了那种民族的风格 但是你充分用popping这个元素来完成了这种传统 那种中国风的一个味道 就是很好看 嗯 很棒 而且我觉得前面的VCR也是有一种衍生的感觉 你也是一种Battle for Hope 就像刚刚就遇上的一个感觉 跟你的师父阿几桑也一起来 让我感到很多的温暖 很多的 其实舞蹈 所有的舞者们 舞蹈是一个特别 枯燥的一个行业 它是需要投入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很多的付出是没有被看见 就为了这几分钟在舞台上 出了很多的汗水 我觉得你做到了 很棒 谢谢 谢谢选哥 其实刚刚钟晨最后那个ending出来的时候 给到四位的反应镜头 就感觉队长全都在讲帅 就从大家的表情上 就能看出对钟晨这个作品的喜欢 那我们也来听听钟晨 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总决赛作品 其实吧 刚开始去想总决赛 做一个什么样的作品的时候 我是回顾了一下 在这阶的五年时间 每年都会以不一样的身份去参与 第一年其实还是一个在校大学生 然后以就是一个很小辈 无名之辈的身份来参加这个节目 然后就跳了开头的描声的风格 所以我把它放在我作品的最开头 在第二季和第三季的时候 我是以帮跳的身份 去来帮助我们好伙伴 还有战队的朋友 然后同样他们这一次也以 帮跳的方式来帮助我 所以这是我的舞蹈第二段 在第四季的时候 我参与到了 这就是杰威 以再次以选手身份 然后结识了阿基桑 是他一直带着我在这个节目里进行作品的编创也好 或者是鼓励我 给我上小课 教课 然后我也会在背后默默地支持阿基桑 所以这次他选择在背后 以支持我的身份 来到这就是这些舞的舞台 所以这是我们舞蹈的第三部分 然后经历了四年的魔力吧 我觉得在第五季终于有机会去展示自己 所以其实那个台阶就是一共五阶 就是我跟这些一起成长的五年 最后我站在了最高的地方 去向大家展示我最终的一个答卷 所以这就是我作品的名字破晓 我觉得大家都会经历一些黑暗 或者是就像成员小说的练舞 可能有时候会很枯燥 但是只要你坚持不懈 一直突破 总会迎来破晓的那一刻 然后也特别感谢我的兄弟们 然后来自北京威武的老师们 我的半决赛也是他们去 帮助我去完成那个作品 然后非常谢谢阿基桑 真的是没有想到他会来帮助我 完成这个作品 还有在台下的海哥 Junior Taco 谢谢 谢谢 钟晨刚刚的这段表达 特别让我们感动啊 其实刚刚还有一个细节的画面 我自己看了特别感动 就是在最后扔毛巾的环节 阿基桑在舞台上 特别特别努力地 在帮钟晨争取着毛巾 我记得去年可能在总决赛的舞台上 阿基桑给自己都没有这么努力 这么卖力地去争取过毛巾 所以我们也来听听阿基桑 跟钟晨来合作完成这支总决赛作品 有什么想对钟晨说的 想对大家说的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阿基的 大家好吗 好吗 OK Jun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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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归 рост 我也 我 那 Jun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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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like 非常 助 我认为你带来的初春 你的初春 我认为你懂得成年轻的年轻 谢谢 请翻译老师 这次我是真的能够帮助 Geeco 钟程来帮他跳这个决赛的舞 是真的非常开心 去年参赛的时候 钟程就在我的团队上 然后也帮了我非常的多 所以这次我知道钟晨能够留在决赛的瞬间 我就跟他说 我一定会帮你的 你随时叫我 所以我这次能够作为他的帮跳 然后跟他一路走到现在 然后还有我们其他的帮跳小伙伴 他们也都是跟我孩子一样大的年龄 所以我们的整个团队都对我非常的好 而且跟大家一起跳舞 让我重新再体验了一遍青春 真的是非常好的体验 谢谢大家 谢谢 也感谢阿Kinさん 谢谢 我们请阿Kinさん稍作休息 谢谢 那么接下来 左哥要公布我们忠诚最后的成绩了 马上要来揭晓忠诚的成绩 在揭晓他的成绩之前 我们要请上的是 目前排名第七位的 Sniper回到我们的舞台上 有请 各位 我们的比赛其实进行到现在 我觉得有两个看点 第一个看点就是 在这轮当中究竟谁会止步于此 还有个看点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我们连续有多位选手刷榜刷到了第二名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已经有四位选手刷榜刷到了第二名 我真的很好奇这一轮 忠诚 能不能去竞争一下 那个第二名呢 那我们这一轮这样来看分数好不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忠诚 在这轮当中 获得了 我们现场的各位评审的分数 好吗 好的 我用马东杰的分数来跟你做对比 因为马东杰是现在的第二名 马东杰上一轮获得评审的分数是73分 忠诚 你的分数是 83分 多了10分 再来看一下大师团 马东杰上一轮的大师团分数是474分 你的分数是464分 少了10分 打平了现在 打平了 所以就要看我们现场的四位队长给出的分数 一个一个来看 好的 李承线队长上一轮给的是95分 给的马东杰 给忠诚的分数 还是95分 再来看一下 韩根队长 上一轮给出了满分100分 这一轮韩根队长给出的分数 还是100分 所以就要看 刘雨昕队长跟王一博队长的分数了 刘雨昕队长 你上一轮 给马东杰的分数是 98分 这一轮 这一轮 刘雨昕给忠诚的分数是99分 全场现在只有王一博知道答案了 就是谁是不是第二名 所以你现在领先一分对吗 全场 还记得上一把王一博给的分数吗 99.5分对吗 99.5分对吗 王一博打出了一个很调皮的分数 王一博这一轮给忠诚的分数是 99.7分 所以我们要恭喜忠诚你的总分是940.7分成为最新的第二名 同时很遗憾 同时很遗憾 Snaple只不一次 非常遗憾 谢谢 谢谢两位 鸡鸡加油 这个第二名已经不知道刷新多少次了 我想问一下 下一位能不能刷榜刷到第一呢 朋友们